春天到了 当春奶发声 听见他们的声音 希望你感受到内心的呼唤 活成你自己想要的模样 用制造 让中国 能成为真正的强大的中国 干活 再干活 你不干 怎么活 讲述非同寻常的力量 你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国家的法律 到现在为止 是越来越完善 看过世界 更爱中国 明刻披荆斩棘的勇气 北斗 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伟大奇迹 我们既不能忽视人口流动 带来的风险 也不能因为有风险 而因噎废食 无能卫视 今日头条2021开年演讲 通过他们的演技 看见更大的世界 开春了 他们有话说 接下来出场的嘉宾是 邓亚平 型号 马力 董明珠 张小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请主持人 汪涵 前锋 大张伟 开春说 当春 奶发声 这里是由湖南卫视与今日头条 联合打造的 由碧桂园独家冠军播出的 今日头条 2021开年演讲 碧桂园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 过了元宵节呢 很多人即将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正式开展工作 2021年的春天已经来了 今年的春天也注定了与往年不同 在就地过年的号召下 千千万万的一厢奋斗者 选择以爱为家就地过年 为了响应了就地过年的号召 我们特地为身在北京的奋斗者们 设立了一个分会场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一下 在北京的一博 一博 韩哥 大老师 风哥 大家好 我是天天兄弟王一博 这里呢是湖南卫视开年演讲的 北京分会场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杨志勒 张绍涵 坚守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相聚 我们在北京 想跟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谢谢一博 还有绍涵你们都辛苦了 谢谢 春天来了 团圆也快来了 2021年的春天是开启 十四五新增城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之春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 每个青春的梦想都在吹响奋进的号角 通过头条热榜2020年的数据来看 去年可谓是不平凡的一年 对我们的工作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个人的发展 追求真知灼见 今晚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 我们将用跨界交流的方式 突破空间的限制 对春天说出美好的愿望 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世界怎样才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呢 上今日头条搜索开年演讲 参与开年演讲的话题讨论 和天天兄弟一起许下开年的心愿 将有机会获得最高万元的奖金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原始传奇 想玩原汁原味的传奇 就来原始传奇 今天我们除了现场 一百位可爱可敬的观众朋友以外 我们还有千千万万个 今日头条的创作者 也将在线上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共同度过这样的一个美好 而又难忘的夜晚 感谢行业赞助中国移动5G 用移动5G牛年更牛气 一波你平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了解这个世界呢 韩哥 我觉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逐步出户的 看见世界的样子了 2020到2021年 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铭记 今天我们就一起打开记忆的收藏夹 看看大家都收藏了些什么东西 对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看一下 看一看一波从时空魔方里找到了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两小时后 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吧 今天 我来给大家分享两段我的日记 2016年1月1日 心情好 今天第一次以天天小兄弟的身份 登上了芒果台 很激动 但觉得自己的表现还不够好 要一直努力 王一博 我在这 2021年1月18日 好忙啊 五年了 打印组竟然都在朋友圈 发招天天小兄弟二班的海报了 很感慨 要来新人了 好的 我的模拟日记已经分享完了 接下来 有几位朋友 会打开他们的秘密日记 跟我们分享他们当时的真实感受 第一位分享者 他的名字 一次又一次地享受世界的时候 他选择了退役 告别了曾经的辉煌 一切从零开始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打开奥运冠军 乒乓球大满贯得主 邓雅萍的秘密日记 去了解 什么是坚毅打工人 奥运打工魂 从球场到职场 拼搏从未停止 任何领域做到极致 你就是冠军 我是邓雅萍 和我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大家好 我是邓雅萍 今天呢我退去了奥运光环 作为你们的一个普通朋友 站在这里 分享一下我的那些事 这是我的一本秘密日记 一些关于退役后的生活 1997年我进入清华大学 开始攻读了英语专业 我的英语真的是一张白纸 但是我不害怕 决定一切从零开始 坚持三个第一 从第一个字母学起 第一个单词背起 从课本第一页读起 这是一篇对我非常重要的日记 记录了我非常重要的转折 其实大家熟悉的邓雅萍 是那个奥运冠军 很多人很好奇 邓雅萍干嘛去了 这些年都在干什么呀 在打工 我曾是一名国家队的队员 现在同身体育事业 除了运动员 我现在是你们口中的 一个女博士 也是一名处处茅庐的 体育文化创业者 可这些身份 怎么能和打工扯得一块呢 我觉得打工人这个称呼 不单单是自嘲 更多的是一种积极乐观的自我鼓励 所以不论我 从事什么职业 什么职位 只要从内而外 从始至终 为梦想拼搏 用努力和汗水创造未来 那么你就是一个优秀的打工人 24岁那年 我选择退役 决定去进修学业 很多人不解 你都这么成功了 学历还很重要吗 从零开始 太难了 你图什么呀 我的初衷很简单 希望通过读书 开阔视野 掌握人生更多的主动权 我从最初只会认26个英文字母的清华 最差学生 精力不断自我扒皮 最终收获了剑桥大学 经济学博士的殊荣 从零开始 好像也没那么难 过程是很苦 但收获的那一刻 真的很甜 在完成学业后 新的领域 也向我抛来了橄榄枝 至此 我就真正的开始了打工生涯 之后 我又有幸 以宣传大使的身份 来到贵州丹寨走基层 通过这次短暂的活动经历 让我意识到了 为老百姓打工的重要性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服务百姓 后来这个偏僻的小村寨 旅游被激活了 单寨的腊染 让更多人所知 这不是我的功劳 是全县 十七万父老乡亲 共同努力的结果 因为他们 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他们也都是为自己拼搏的 优秀打工人 前不久我参观了电竞俱乐部 就是家长们 谈虎色变的电子游戏 我也是一名母亲 关于孩子 以学业为主 到底要不要远离电子游戏 我倒有些不同的看法 传宠体育与电子竞技 两者同样都是竞技体育 在竞技场上能胜出的 只有坚毅 果断 坚持不服输的选手 不仅仅是电子竞技 大众对于体育本身也有误解 我想尝试做点什么 来改变这些看法 后来我参与设立了体育产业基金 想以自己的影响力 鼓励更多的人 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当中 但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 无一幸免 体育事业也停滞不前 其实这个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些事 很多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命运如何走向 常常对未来抱有怀疑 我们能做什么呢 其实你能不能往下走 取决于 你有没有独门绝技 而我的独门绝技 就是 干 干活 再干活 你不干 怎么活 靠那股劲 你越干 就会越清晰你的未来 未来便会越有希望 这是在我14年的运动生涯里 不断的重塑自己 挑战自己 打破自己的唯一方法 如今 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 举办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和激动 因为这样的机会并不多 北京即将成为 同时举办下季奥运会 冬季奥运会的一座双澳城市 这是我们14亿打工人 努力的回报 作为新时代的打工人 我们要传承奥运精神 做到更高更快更强 用黄皮肤凝聚全世界的目光 用奥运精神团结五大洲的力量 最后我还想说 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 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再次致敬打工人 谢谢你们的坚持和拼搏 让我们一起继续加油干 谢谢 好久不见 谢谢邓老师 你好 谢谢 我们相信关于张亚萍老师 今天的《今日头条》的创作者 一定有很多很多疑问 是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哪些 哇 好踊跃啊 这儿有一位 李英 大家好 那么我是一名内科医生 那么这次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 能够向邓老师请教一些问题 那么我刚才听您提到 就是说这个电子竞技啊 已经被一些组织来提名 来要把它加入到奥运项目当中 那我想请问您 您对这种奥运项目的这种多元化呀 年轻化呀 如何来看待 谢谢您 嗯 非常好的问题哈 其实国家委会呢 一直是立志于 让更多的年轻人 喜欢和参与到奥运会当中 所以呢 每一次奥运会以后 它有一个评估机制 比如它的收视率 比如它的上座率 老百姓喜欢的程度 很多的这个运动项目 在全球的推广的范围有多大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评估以后 然后呢可能在整个 所有的28个大项当中的最后那么几个项目 他们最终会要去考虑 嗯 那么投出去的项目 它会有空席的位置 那会更多去吸引一些 当今年轻人最喜欢的运动项目 补味 对 把它再补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国际奥会 整体来讲的一个运作流程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玩的 年轻人更喜欢的运动项目 会选进到奥运会的比赛当中 嗯 我觉得当你勇敢地去挑战自己 然后用自己的智慧 然后用自己的这种能力去拼搏 我觉得不管是成与败 最起码你勇敢地走出了这一步 你就是了不起的 嗯 好的 谢谢邓老师的回答 谢谢 谢谢 谢谢邓老师 您觉得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那个我觉得收获就是思念 哦 因为当时今年 尤其是今年咱们年初录节目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回到长沙 咱们第一回见面就是集体拥抱 集体拥抱 跑过来抱是不是 对 壮的又 一身伤 没有 就是特别开心 又能在一起录节目了 嗯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信心 不是这一身肉吗 不是 就是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信心 哦呦 这其中包含了强大祖国 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嗯 而且还包含了我们各自奋进 共同努力奋斗的 彼此给彼此之间的信心 是的 那么有请风哥 来帮我们打开时光魔方 看看那些在这一年 给我们的信心的人 有请前锋走进时空魔方 어쨌든 看两个人 客战 彼此是 bud 咱们中国首位UFC冠军张伟丽 双手 张伟丽拿下比赛张伟丽 这一位是云南丽江华评女高的校长张桂梅 十年期间 她总共帮助了一千八百多名女孩 圆了她们的大学梦 用教育改变她们的命运 在我的心里 她们都是真正的无价之姐 相信她们的成功 也能够给无数的女性以信心 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活得很精彩 除了姐姐们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哥哥 她也很牛 2020年凭借一部隐秘的角落 为大家所熟知 接下来就有请她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我还有机会 有请秦浩 大家好 我是演员秦浩 今天出场音乐终于不是小白传了 拜托了 都2021年了 能不能来点不一样呢 2020年 大家都说我因为饰演了《隐秘角落》里面的张东升 而一炮而红了 说实话 一开始张东升这个角色 并不是很吸引我 我以前演过不少非常极致的角色 所以相比起来我觉得这个角色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挑战 张东升这个角色火了之后 大家都喜欢玩小白船啊 爬山梗啊 其实我感触最深的 倒是剧里面的一句台词 我还有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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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升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让很多人都 后继未发凉 但这句话 我问了自己二十年 在顺境的时候 你不会问这句话 在逆境的时候 你才会问 我这二十年过得 是逆境吗 我想了想也不算吧 我拍了很多优秀的文艺片 跟很多优秀的文艺片 大导演合作 还娶了很好的老婆 生了很可爱的女儿 如果我说这是逆境的话 很多人可能会说 秦浩你太凡尔赛了吧 刚毕业的时候 我问自己 我有机会和优秀的导演合作吗 上学的时候 我们的班主任常理老师 就教导我们 演员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不要乱接戏 要接就接张艺谋 陈凯歌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戏 毕业后 我一度怀揣着这样的期待 结果等来的 并不是这些大导演 而是一答又一答 平平无奇的剧本 这样的剧本 大导演们当然不会接 那我也不会接啊 我只想拍好的电影 只想接好的剧本 但是好电影呢 好剧本呢 为什么没有人来找我 就这么过了三四年 我曾经一度怀疑自己 是不是不适合当演员啊 是不是该转行了 记得那时候我和我母亲 有一段很长的对话 她告诉我 不是每个人的机会 都是那么好的 不是说给你一个男一号 就叫机会 不是说大导演找你拍戏了 拿奖了就是机会 大多数人的机会 其实都是在积累的过程 其他同学此时此刻 都在努力地耕耘着 可能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 谁谁谁又出来了 你甘心吗 如果你想要不做这个行业 你自己觉得 你还能做什么 我觉得我还是想演戏 心有不甘 即使想好了无数的退路 但是还想往前再走一步 幸运的是 后来王小帅导演的青红 找到了我 把我带入了电影的世界 陆陆续续拍了不少 很高质量的文艺片 成为了文艺片一哥 成为了文艺片导演的御用男演员 那段日子 其实是我最轻松 最快乐的日子 每年只拍一部电影 第二年肯定会入围 嘎那电影节 最不记得也会是 柏林电影节和威尼斯电影节 而且任何电视剧终于来找 我都拒绝 很显然 我是按照一个艺术片导演的要求 来要求自己了 后来的路 可想而知 就越走越窄了 直到我看到我尊重的大导演们 都开始拥抱流量了 在那一刻我觉得 我被他们骗了 就像所有失恋中的青年一样 我迷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甚至连我还有机会吗 这样的问题 我都懒得去问了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老天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 必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在特别沮丧的时候 我接到了陈凯哥导演的电话 凯哥导演问我说 有没有兴趣参演《妖猫传》 我说当然有兴趣了 我毕业的时候就想跟您合作 这个机会我足足等了16年 但我没想到的是 在演完了《妖猫传》 我为了自己更多 我还有机会吗 难一难二都养过了 电影也拍了 电影节也去了 也跟这个行业里面 顶尖的大导演合作了 我以为一切课也不一样了 但是依然没有人认识我 观众也还是记不得你是谁 那种感觉就像 就像是某个狂欢的节日 到头来你才发现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 普通的加班业而已 热闹是他们的 而我什么也没有 难道这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 我就这么一直拍吗 然后人生就这样了吗 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拍出那些 让这个世界真正的认识我的戏 在接网剧《无证之罪》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有点纠结的 当时周迅还给我留言说 你去拍啊 为什么不去啊 他那个时候正好在拍《如意传》 我还特别好奇 我说你怎么拍起电影剧了 周迅跟我说 现在送到他手里面的电影剧本 一个个都那么傻 怎么演啊 我一想周迅这个级别的演员 都碰不到好的电影剧本 那我也就别拧巴了 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部网剧 《无证之罪》 走出舒适圈 打开自己 我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我只是一个演员 需要不同的舞台 不同的观众 来验证我对很多问题的看法 我不是什么文艺便宜歌 或者是大家所说什么表演艺术家 其实我和每一位 正在为生活付出努力的人一样 需要抓住机会 我现在就想尝试很多的可能 不像以前说 除了拍电影只拍电影 那些剧我不拍 没有 我不会再给自己那么多的局限 就像我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 《隐秘角落》里面的张东升 能让我输圈 但我认认真真地去演了 结果就是我有机会 站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我问了自己二十年 我还有机会吗 一直没有得到过答案 这一次我听见了 命运肯定的回答 有 抓住它 我知道 未来这条充满未知的赛道上 还有很多诱惑 我要抓住机遇 也必须同时保持头脑清醒 尝试不一样 不一定有结果 但是不尝试 一定没有结果 例如 我现在就要进行一个新的尝试了 我的新剧《狂烈》 就要在湖南卫视的季风剧场播出了 请大家多多关注 请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当机会来敲门 请打开门 抓住它 实现它 谢谢大家 我觉得只要能够做好自己的选择 坚持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努力下去就都会好的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呢 在2020年 他经历了自己人生的一个大转变 他说 这个转变 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 让他来告诉我们他的答案 大家好 我是玛丽 说到玛丽啊 观众脑海里出现的都是 夏洛特烦恼里的马东梅 修修铁拳里的马小 福福里的老太太 还有我和我家乡里面的孕妇秋霞 还有很多很多一系列不同的角色 但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说一个真正的玛丽 当年上学的时候啊 好多同学都希望毕了夜呢 去拍电影 拍电视剧 想成为明星 甚至成为巨星 但是成名哪那么容易啊 再说了我一直觉得吧 成名这事儿 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中西毕业以后呢 我留在了自己热爱的话剧舞台上 就算是非常小的角色 哪怕是没有台词 我都是会很认真的去塑造和完成它 每一次我出场的时候啊 我能感受到观众对我的喜爱 因为他们送给我了的笑声和掌声 正是因为这个话剧让何炯老师看到了我 连续五年 我师父何炯老师带着我上了湖南卫视的晚会 演了大家都知道的超幸福鞋垫 也是因为这个话剧让开心麻花的 我们的严非啊 彭大摩啊 沈腾啊 还有我们的张总啊看到了我 他们跟我说 在下面看到这样的一个女演员在舞台上那么撒得开 就觉得特别的适合开心麻花的风格 我觉得开心麻花团队就像是一家人 这种温暖的感觉一直都没有变过 我们认识了快二十年了 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有危险的时候 一个电话他们一定会出现在我的身边 因为话剧舞台 让我和这些好朋友相识 相知 让我从一个小小的角色走向了更大的舞台 让玛丽这个名字 为人所知 我在荧幕上曾经被定义为女汉子 那么在生活中呢 我想要自己去选择 我想要的是一个真正懂我的人 这个人好不好 不是由外界来定义 而是由我自己来定义 我觉得适合我的就是最好的选择 茫茫人海中 我遇到了那个疼我 爱我 懂我的许先生 这个男人比我小十岁 他会给我送花 会给我买毛绒玩具 也会学做我喜欢吃的菜 他也会经常跟我说 你今天真好看 我说真的假的呀 真的 真好看 我知道他在夸我 因为也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 所以我突然觉得在他面前 我可以变成那个小女人 慢慢的我变得更加的自信了 因为在他心目中 无论是什么样子的我 都是最好看的 在认识我之前呢 他也是有自己正常的话剧演出工作 和自己正常的生活 但反而是由于我的出现 我们的相处 无论他做什么 都会被外界指指点点 甚至是放大 反而因为我 错失了很多工作的机会 其实在最开始 最开始我们的压力非常的大 我们不敢出门啊 然后也不太敢去看网上的一些评论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谈了一次话 聊了很久 我们彼此都非常的坦诚 我们问对方 是不是真的爱 是不是真的希望在一起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们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说 也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生活不是演戏 自己过得好不好 开不开心 幸不幸福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如果爱 那我们就在一起 我们可以抛开所有世俗的眼光 但是如果不爱 千万别强求 不然我们在一起 彼此都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直到现在吧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 质疑的声音 依然存在 但我们已经不在乎了 我想要告诉大家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真的很幸福 真的很幸福 也谢谢这些年 质疑的声音 因为我们把它当成了祝福 去年我在春晚的舞台上 扮演了一位孕妇 当时呢也是因为自己 怀孕七个月 真的要做妈妈了 曾经有很多人劝过我 说玛丽 女演员 女演员 在上生期啊 一定不要选择生孩子 因为你的这段时间的消失 观众就会永远的把你遗忘掉 但是作为一个女性 我真的很想去感受 孕育一个生命的过程 想去感受和她诞生时候的 神圣和奇妙的感觉 而且我认为 我做了妈妈以后 会给我做演员这个职业 增加更大的能量 生完宝宝不到三个月 我去拍了我和我的家乡 很多观众看完都问 瑪丽当时是不是真的怀孕啊 真的挺个大肚子啊 因为她们觉得我演孕妇演得非常像 她们说荧幕上怀孕的秋霞 像是笼罩着幸福的光运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也有那种 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经历太值得了 因为只有你真正的经历过 你才能给角色 注入灵魂 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存在 不要让这些声音来打乱你的节奏 每一个人都是一颗行星 都有独一无二的运行轨迹 希望我的轨迹能给大家带来启发 也希望你想做的事情 想成为的自己跟我一样 都是源于自己内心真正的渴望和喜爱 而不是为了去满足他人的期待 他人的需求 希望你感受到内心的呼唤 活成你自己想要的模样 成为那个你更爱的自己 每一个为了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奋斗的人 都是了不起的你 我是玛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玛丽让我们看到了优秀女性身上的力量 既然谈到了女性的力量 那我们就有一位老朋友 不得不给大家提一下 从她36岁开始就不断地突破局限向上生长 被誉为商界的铁娘子 也是很多女生心目当中的标杆和榜样 是的 我们知道她2020年做了13场直播 成绩都特别的棒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驰骋商界30年 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隔离电器董事长兼总裁 我们的董姐 董明珠 有请 大家好 我是董明珠 刚才在后面听到我们的主持人说 给了一个题目给我叫称风破浪的董明珠 我把她改成称风破浪的隔离人 都知道今天是六年 我们要流转乾坤 过去一年我们大家都共同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疫情 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那我为什么讲称风破浪的隔离人 因为在疫情期间 他们做了他们所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们第一件事就在武汉疫情发生以后 我们的安装工 三天三月守在雷神山 火神山 随着房屋的建设 同步把我们隔离空调撞上去 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尽快地投入了救治病人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他们才是称风破浪人 在疫情期间我们并没有守在家里 为了安全 为了守护自己 我们在技术领域来进行更大的科学研究 所以我们有一帮技术人员 用55天的时间睡在实验室里面 开发出了全世界第一个抗新冠病毒的进化器 已经服务了42个国家 和我们很多的国内的医院 学校 公共场所 所以我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称风破浪的人 在疫情发生以后 我们专卖店遇到重大的挑战 没有人上门 我们也不能到客人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 也不能为他们上门 那我们就在思考 在新的疫情发生以后 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 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 通过直播的方式 把格力的用科技创造的生活 给亚带来的健康和呵护 用直播的方式来展示出来 从开始卖货 到后来我们觉得不是卖货 是什么 是文化的传播 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业制造 带动一方的成就 同时我们希望我们不断地 用制造 让中国能成为真正的强大的中国 今天我想借这个平台说 我们要继续勇往直前 紧紧牢记住我们中国制造业的使命 我们要按总数 以人类命运功能体的目标 在一带路上 让我们的企业发光 让我们企业为全球做出贡献 困难总是有的 勇敢的人从来不认为是困难 困难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次磨砺 是一次挑战 只有经历过挑战的时候 你才能收获那份幸福 一个人最成功 不是他拥有亿万富翁 是财富拥有的 他是回头看他无怨无悔 因为他让别人过得更加美好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的董姐 其实我们今天头条的创作者 也有很多很多问题想要来提给您 来 前方我们来看一看 三一博士有请 你好 董老师好 各位主持人好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我们很多家庭 家用电器已经比较完备了 家电的价格也变得越来越亲民 以往很多昂贵的电器都卖出了白菜价 我想问一下您对家电产业的未来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呢 他说啊 现在很多家用电器都卖出了白菜价 请您来问一下 是的 是的 家用电器的未来会是怎样 这应该是很多消费者心里的一个问题 对您来说 对对对 当然我是认为就是科技改变生活 科技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活 比如说我们五年前的空调和今天的空调比 对 那你五年前的空调可能一年的电费要5000块 那今天的新的空调只要2500块 它就是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消费的成本的降低 这是第一个 实惠 第二个呢 关键是我们的技术发生变化 有时候我们就讲空调什么好啊 风大好 对 空调必须要有风 你要解决这风的问题 就是我们只要有风 但是我又不受到伤害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做到的 空调必须有风 但是风不吹人 对 这技术要不断地去升级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现在想的就是 特别在当下 我们再大量的消耗资源 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们现在创造新的技术 不要消耗资源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技术要升级 对 对 所以技术是没有止尽的 对 谢谢您 我们看看这边 这边有一个名字啊 特别奇怪 孙奇啊 叫狗盛 风哥好 主持人好 明珠老师好 我们知道现在新消费赛道啊 蒸蒸日上 也就是这个直播电商 很多的视频创作者 都想往这个直播电商上发展 您有没有什么经验要介绍给他们 您做了十几场了 直播你要说 如果说我纯粹讲我讲经验 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我不管做什么事 我觉得诚信是第一要素 特别在当下是个互联网的时代 很多我们都在虚拟的状态当中 你根本看不到食物 是 其实这些年轻消费者 他都是很可爱的 他信任你 甚至我们有人看到一个明星 就哎呀 这明星肯定就是对的 但买回去 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找货不对版了 对对对对 在这个时候你看 给别人带来的是一种失落 是 或者是一种伤害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呢善用自己的影响力 第二呢 一定要增强自己的诚信力 对 好的谢谢 谢谢狗盛 谢谢 我想呢听完整小姐给我们的分享之后 相信有很多很多女性 会从您的演讲当中 获得一种不一样的力量 是 今天我们也有一百位不同年龄 不同行业 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人 参与到了我们的开春说的环节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们对春天要说的话 嗨 现在是凌晨的0点00分 我刚刚直播完唱完歌 这是我来广州的第三年 大家好 我是小阿七 是一名广州的街头艺人 我每天直播到很晚结束 我从来就不会觉得累 就反而让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这是我自己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现在是下午5点 我正在进行体育训练 我是冬雨昕 一名高三的体育生 每天下课后要训练两个小时 每天重复同样的训练 长达6年 因为我的目标是挑战更好的自己 考上好的大学突破自我 所以我并不觉得很累 因为青春不就是用来拼搏的吗 拼搏的青春超美的 大家好 我是欧陈 我是一名洗脸师 现在呢是凌晨1点钟了 我正在等我的蛋糕出炉 明天是个好日子 订蛋糕的人真的太多了 越是重要的日子 我们就越忙碌 但是再忙碌我也不觉得辛苦 因为我喜欢这个职业 我每天都这么辛苦的奋斗 就是希望能够多攒一点钱 能带上海家老家的爸爸妈妈 一起去游览我们祖国的大豪和山 OK 大家好 我叫王子硕 我现在的工作是一名节目导演 我们做这些行的 每个人其实都 每天晚上都有熬夜 熬得特别晚 但是我觉得现在趁年轻 一切都皆有可能 我叫夏琳丽 是一名新型职业农民 因为我是种蘑菇的 大家都叫我大姑妈 我的目标是让农民种上财富 让客户享受美味 让公司成为榕头 事业在这里 收获幸福 奋斗的我 真牛 奋斗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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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牛 奋斗的我 真牛 真牛 奋斗的我 真牛 奋斗的我 奋斗的我 准备 我只能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一小段广告之后 精彩马上回来 今日头条2021开年演讲首席合作伙伴 原始传奇 原汁原味 经典重现就在原始传奇 碧桂园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假 碧桂园提醒您稍后看点 接下来出场的嘉宾是 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潘伟廉 新台律师张启怀 碧桂园 今日头条2021开年演讲 下节更精彩 碧桂园 今日头条2021开年演讲 现在继续 开春说当春乃发生 这里是由湖南卫士和今日头条 联合为您打造 由碧桂园独家冠名播出的 今日头条2021开年演讲 碧桂园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 春天到了 有许多新的生命破土而出 2021年也迎来了 许多真正意义上的变化 是的 接下来这位嘉宾特别有意思 他虽然是一位外国友人 但是他是福建省 第一位持有中国绿卡的 外籍拥有居民 所以说非常的爱中国 非常了解中国 见证了十几年来 中国的发展与变化 那这么说 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他擅长用英语 来诉说中国的故事 也热心于慈善和环保事业 还被评为了感动中国 2019年的年度人物 是的 时空魔方让我们用热烈掌声 有请中国改革开放的 见证者潘威廉教授 有请感动中国 2019年度人物潘威廉 32年 两次环游中国 从文字到影像 我一直在记录中国的变化 不要叫我老外 叫我老汤 和我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谢谢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他的名字就叫中国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老内的心 老外的脸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永远远远是龙的传人 大家不要看我长成一张老外脸 可是我是个有身份证的中国人 信不信 是不是像你们的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大家好 我是不见外的潘维莲 你们可以叫我老潘 我没那么老 也我曾是一家美国公司的老板 是大学的教授 越教越瘦 但我最喜欢的身份还是中国厦门人 也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也是米兰歌 三婚庭出家 七婚口牌牙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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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我和家人第一次来到厦门 住进了下大的度假楼 却一点没有度假的感觉 但是大街上倒是挺热闹 拿来北王的小贩不停地叫卖 所以当我把这些都写信告诉美国的朋友 他们很好奇 他们说 山西人是不是把醋当水喝 可能是爱吃醋 我不知道 东北人是不是炖炖饭要喝酒 那蒙古人是不是都住在蒙古堡里 起码上学 没事就吃羊肉串 带着这些疑问 我决定自己出去看看 所以1994年 我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第一次环游中国 我们从厦门出发自驾到西藏 再穿过戈壁沙漠返回 全城开了四万多公里 到了甘肃宁夏 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 是没有酒店的 我们只能睡在车里 到了晚上很冷 我们就一层层塞棉被 那时候很多地方还只有土路 连竹杆道上都没什么交通标志 纯靠地图 只能真猜吃方向 在北京 上海那样的大城市 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多 大家看到我们正怪不怪 可到了四川西藏的偏远的地区 那位的老人小孩看到我们 满眼好奇 我害羞 我喜欢拍照 所以我让他们毕业的时候 他们说都不知道该放哪里 经过宁夏六盘山 一场大雨把路冲下了悬崖 我们出不出外面的人也进不来 或声称被困了三天 反过倒得倒塌的塌 满地都是烂热的水果 一个中年男人 跑走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很多年过去 我还记得村口墙上的六个大字 要想赴新修路 但那里的路修通了吗 Uncle Wang和小姑娘现在过得怎么样 2019年 一车车地往外远 我在路边想买一袋 他们都直接要我扫码付款了 他们还把马铃薯加工 成飼料卖给其他地方 用来饲养漫游 也那个牌照 手头不知道往哪放的 那个孩子王Uncle 他拿起手机打开直播 双机666玩得可溜了 几个小时就把遗迹的收成 全卖光了 也当年的小姑娘 就要大学毕业了 所以我请她来厦门大学 读演作生 因为这里的春天很美 回头后我把这一路看到的变化 讲给家人和朋友 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人口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摆脱了绝对贫困 简直是人类奇迹 几个月前我去了 精准扶贫的首唱地 湖南湘西的十八东村 2013年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就是在这里一个农家小院 和乡亲们坐在同一条板凳上 烙家床 他说脱贫要实施求是 不要浩高骛远 要因地之宜 找到一条可复制 可推广的路子 这张照片是我和石大姐一起拍的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招呼客人吃饭 这里的农家饭和我们大城市的 蜘蛛餐一样方便 那个十几个菜吃饱广够 三十块以为 但跟蜘蛛餐不同的是 这里都是圆桌 要跟陌生人听说的 一顿饭下来 东南西北的客人就都成了朋友了 大姐跟我说 以前这里一点都看不到几个陌生人 现在每天都是新面孔 村民们把老祖宗 剩下来的描述做成了产业 他学学继续开了分辨和服饰 连我喝的香蠢蠢 吃的蜜蛛桃 都形成了产业 基地的粉红按时按月 发到每个人的心中 在家里就能赚钱 这日子过得真好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老话 受人益于一日享用 家人益于终身受用 中国的扶贫模式 也正在向世界复制推广 我的小儿子马太 在非洲做医疗支援工作 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地区 他们也能看得到中国人与非洲人携手合作 帮助建设他们的国家 在我看来 中国的反贫困之战 并非只是自上而下 也是自下而上的 摆脱绝对贫困靠的不仅仅是国家政府的力量 更是人民自发的努力和迎难而上的决心 以前我希望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但现在我要说看过世界更爱中国 我是潘威廉 我在中国生活了32年 我想让世界看到一个可爱的中国 感谢阿丽 谢谢 谢谢 汤威廉教授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一位老师 带我们去了解法律里的人情味 好 那么时空魔方 有请张启淮 慎诉与败诉 没有绝对的对错 换卫每一个当事人的权利 以法之名 温暖前行 我是张启淮 和我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大家好 我是张启淮 我是一名律师 以前我的助理告诉我 她的丈母娘认识我 说是通过名人的离婚案 所以她一直认为我就是 专门打离婚案的律师 相信有很多人 都是因为我代理的那些公众人物的案件 认识了我 所以有一些人经常地会问 为什么名人 老找张启淮 其实 何止是名人 三百六十行 行行我都有 客户 我们常说 法律呢 不外乎人情 那么也有说呢 法不容情 那么究竟这个法 有没有情呢 法律 是 体现人情 还是法律体现公正和客观性呢 其实这两者 并不矛盾 每一次 我们完善立法时 我们完善立法时 都是把法律和人情 给它统一 平衡 整个过程 所以我们说 法 不是冰冷的 二千二一年 二千二一年 开始实施的 民法典 实际上呢 有很多人都在说 它是非常有人情味的 我也这么认为 我们 民法典 给全国人民 和我们现在的中国人 都带来了很多 生活上的影响 我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 张山是个独居的老人 他有一个儿子 在国外生活 他呢 家里的保姆 这个李菜花 保姆李菜花已经在他家里 住家 家庭服务 已经有十年 老人呢 感到 对他的感激之情 就和李菜花 签订了一个书面的合同 并且呢 到相关登记部门做了登记 无常的把自己的住房 给李菜花 用到他去世为止 然后又签订了一份 给自己儿子留下的遗嘱 这个房子呢 所有权属于我儿子 时隔不久 这个张三老人家 因病离世了 儿子从国外回来了 一看到保姆李菜花 傻了 心里特别不舒服啊 就想 能不能让他离开这个房子 我们说 不可能 李菜花有居住这个房子的权利 甚至 李菜花 向天再见五百年 一直住在这里 你都搬不走他 坐到 子孙满堂 都在这个屋子里 那么民法典通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定 就是居住权人 是有权按照合同的约定 对他人的住宅 享有什么呢 使用 占有的 用义务权 这个用义务权大家要记住了 不要轻易的说 我这给你用 你再别写个日期 至少张三先生可写到了 他 李菜花去世为止 你这一部写 好几代人都住在这 将来房子是你的 住使用是别人的 我们国家的法律到现在为止 是越来越完善 也越健全 我们不要 闲心俊法 我们也不要那些 这个寻情王法 我们希望我们是奉公守法 切莫以身试法 有时间我们大家一起读读法 下次我们相约 再在湖南卫视一起说法 谢谢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张律师呢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我们在天天向上节目里面 也跟张律师接触过 我们知道他打官司 非常地厉害 那问一个 有可能有一些 不大合时宜的问题 打官司您打输过吗 这个官司的输赢啊 还是要看律师 你如何地去认识和对待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跟 王老师说的 对名人的 特别是演艺圈主持人的官司 我从来没输过 我说这个你可以上网去查 中国有裁判文术网 我都是赢的 哦 即算是这样 那还是最好不要打官司 是的 好 我们来问一下潘教授 我们听说您一直都在用 写信的方式跟家人 还有朋友讲述 您看到的中国 信件整理成这个书出版以后呢 您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 给您的回信 能够我们分享一下 当时的心情吗 很难相信他给我回信 他鼓励我写书 他说中国了解世界 但是世界不了解中国 所以他鼓励我写书 所以我寄给他那个信 但是没想到他会收到我的信 更没想到他会回信 所以我深感动了 但是我最喜欢的一句的就是 最后他说他有信心 我以后会写更精彩的故事 我觉得我同意了 不是因为我写得很精彩 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 写真实的中国 什么中国的故事就是很精彩 只要你愿意记录 对 嗯 其实相信关于这个张律师 还有我们的这个潘教授 我们今天的《今日偷雕》的创作者 也有很多很多疑问 好 来分给我们来选几个 首先来看一下 好 这边有一个闪得比较厉害的 黄日涵 大家好 天天兄弟主持人们好 潘教授好 张律师好 今天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潘卫廉教授 因为我也是在下面 我想请教您的是 您怎么看现在中国人出门 基本上不带现金 而且您是否感觉现在中国生活 比美国更方便吗 好的 谢谢 这个问题好反而赛 我给你几个例子 第一 出入境 我在美国跟夫人去酒精山 花了200块去那边的路费 酒店的一宫 花了500多美元 花了一年多才能办 我是外国人 在厦门外国人办了 我花了15分钟免费 一年500美元 厦门15分钟免费 哪个方便 好 谢谢 多谢 多谢利 多谢利 我们来看看第二位 第二位 让我们看一下 周晓鹏 现场的各位老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从事婚恋咨询工作17年了 这些年来我见过数千位离婚的女性 她们都会跟我讲 离婚的时候感情也没了 钱也不多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想帮她们问问 张启怀老师 离婚的时候 无论是全职妈妈 还是职场妈妈 她们为家庭付出的这些劳动 是否有权利请求补偿呢 首先我准确的给你回答 2021年我们开始实施的民法典 中间的婚姻家庭边中 专门对这个问题 有了两条具体的规定 在1087条 1088条 具体规定整体的来说 就是全职妈妈 不仅可以按照婚后财产 各自一半 共同所有 有过错者 如果男方有过错 在外面还三花眼草 只会少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她如果在家里忍辱负重 对孩子和妈妈 给予了很多的付出 她还可以主张让男方 给予她相应的补偿 这就是我们新的民法典 规定的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张律师 给我们非常有趣又有料的分享 有事没事读点法 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 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不麻烦张律师 还能学到知识呢 就是关注我们的头条热榜 这可是国民的热榜 不仅能够看到大家 关心的热点话题 还能够看到各个领域 专家的解读 比如民法典刚刚颁布的时候 就有不少相关的热榜话题 所以平日里面看看头条热榜 不仅能快速静知天下事 还能潜移默化 长知识 接下来要发声的 就是一百位来自五湖四海的 新农人朋友 他们将化身自己家乡的 新农村推荐官 向大家发出春天的邀约 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开春说 欢迎到我的家乡来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维坊的张杰 大家也叫我养鸡哥 这是我养的老母鸡 我们家的老母鸡 能够每天晒着太阳 而且能够吃上蔬菜新鲜的 这是它产的新鲜的鸡蛋 去年我们的老户客 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位 今年我们的目标就是 包我们的鸡蛋 向往全国 让孩子们吃上放心满意的鸡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四川梁商 雪崖村的杨阳 这是2017年 政府投资了一百多万 给我们修建的钢梯 也是通往雪崖村的唯一一条路 这是我们新修建的 雪崖村上的民宿 欢迎大家来雪崖村玩 嗨 大家好 我是新疆伊犁招苏县的副县长 贺娇龙 粉丝们说我是马背上的副县长 也有人说我是招苏的木马女 也有人说 贺县长骑马姿势不好 我是二流的骑术 但是我推荐我们一流的天马 准备好感受 天马踏雪的快乐了吗 爸爸们大铁们 大家好 我今天来看我的小米粉 小可爱的 我的米粉 手上的蜂蜜 是全天下的蜂蜜 里面含有二十多种氨气酸 二十多种氨气酸 二十多种氨气酸 爸爸们记得 在世界上甜甜蜜蜜 二十种甜甜蜜蜜 明年我要把我的蜂蜜消除成功 多好谢我的大好意告 我在陕西五部前妙山村 我叫郭荣亮 大家都叫我挂米哥 我是来自中国新疆 西吉林孙 什么哈拿孙的阿依纳古里 我是扎家城 有行政 轮回村 我是吉林省白城市 逃北区的马聪叔 我是哈拉特里克孙的 苏罗坦在哪个 我是山东围方台东官的李永 我是山西省 新宿市静乐县的尤雅美 春天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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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家乡更美了 我的家乡更美了 我们在春城等你 我在春天里等你到我家乡来 等你到我江乡来 我在春天里等你到我家乡来 大家的邀约呢 我们是收到了现场的朋友 你们想去吗 想 是的 从他们的声音当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脱贫之后 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努力追求 也看到了在新城城上 青年朋友带领家乡的 这些父老乡亲 过上好日子的实干担当 尤其是在春天看到这么多的美食美景 真的感觉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我们要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们一般大张伟消失以后 那就是他要准备自己的歌了 对 那么接下来有请大张伟 为我们带来奋斗的青春歌曲 2021热血燃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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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血燃 为家乡奋斗的道路 大家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碧桂园也始终秉承这个理念 去做对人好 对社会好的事 为乡村振兴 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是的 接下来我们上一段小小的广告 精彩之后 把这回来 今日头条2021开年演讲首席合作伙伴 原始传奇 原汁原味 经典重现就在原始传奇 碧桂园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 碧桂园提醒您稍后看点 接下来出场的嘉宾是 北斗台女徐颖 大国科技团 中午吕蔡立军邓湘金 郑艳红 中国流行病学之父 曾光武汉运业导演 欧经理 碧桂园 今月头条2021开年演讲 下节更精彩 碧桂园 今月头条2021开年演讲 现在继续 开春说 当春乃发生 这里是湖南卫视和今日头条 共同为您打造的 今日头条2021开年演讲 希望社会因为我们的存在 而变得更加美好 碧桂园邀请您共同见证 春暖花开 终于到了万物生长的时候 春天到了 有梦想的年轻人也有了干劲 大家都可以通过努力和奋斗 把梦想变成现实 在这个春天到来的时候 以科技之力 中国制造出了属于人类的日月星辰 日月为力量 人造太阳 是人类目前往现的最清洁安全的能源 可以为全球的发展提供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的能量 月为探索 三二一 一场无知能探索星际 真不未解的宇宙之谜 将逐渐逢出一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仰望星空 哪一颗是北斗卫星 无惧未知 探索无界 我是徐颖 和我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大家好 我叫徐颖 是一名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研究员 2020年相信对大家来讲 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年份 当然对北斗来讲也是 2020年7月31号 习近平总书记宣布 北斗三号系统正式开通 北斗系统终于完成了 整个系统的建设工作 开始正式地向全世界人民提供服务 它也真正地从中国的北斗 变成了世界的北斗 北斗这个名字出自于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是中华民族的纸籍星 也是中华民族的导航星 早在《史记天官书》当中 就有这样的记载 叫做是分阴阳 剑四十 均五行 一节度 定诸记 接细于斗 这里的斗呢 指的就是北斗 也是我们国家的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叫做北斗 这个名字的由来 北斗系统 是世界上第三个 建成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 既然在北斗之前 已经有了像GPS 这么成熟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了 为什么我们国家 还要花这么大的代价 花这么长的时间 花这么多的人力物力 来构建自己的北斗系统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直接 而用GPS系统呢 这里呢 要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 在2018年的时候 美国打击叙利亚 发现GPS的 明码信号出现了异常 这是美国在进行军事打击 所以它临时的提升了 军用服务的性能 从而导致整个 民用服务性能的下降 同样的事情呢 在2019年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次 2019年的时候 欧盟的加以略系统 发生了全线服务的中断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 既可靠又可信的系统 而这个系统呢 就是北斗 它是真正的守护着 我们国家的这把金钥匙 大家有时候会问啊 北斗系统现在天上 已经有55颗卫星了 北斗3号的30颗卫星 也已经全部不属到位了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到底有什么应用呢 其实呢 它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环保领域 现在有很多的船只 它会在河里面排放污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把北斗和传感器 结合起来 那么我们再结合当前的位置 那我们就会知道 它正在违法排放污水 第二个呢 是天气预报 北斗系统呢 因为它的卫星呢 穿过了大气层 所以呢 它会具备大气信息 用这个大气信息呢 就可以来做精准的天气预报了 当然了 科学工作当中 所做出的一切付出 都是值得的 我从事科研工作十几年 但我现在仍然记得 当年我第一次 在西长卫星发射中心 看到北斗卫星升空的时候 所带来的这一种激动的心情 至今都是难以忘怀的 作为一名青年科研工作者 我们有幸遇上了祖国的科技 飞速发展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下 我们能够真正地做一点 祖国有用而人民需要的东西 这样的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 自豪感和归属感 是难以描述 而且无以伦比的 北斗所有取得的辉煌 一切过往都是序章 在未来 我们 北斗人 都将持之以恒 置风目雨 我们和大家一起期待着 北斗更大的辉煌 谢谢许云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接下来他们将会 在我们开年演讲的现场 召开一场特别的 科学发布会 欢迎大家踊跃提问 后一射日 人造太阳 传说与科技 碰撞无限想象 长额奔月 玉兔杀欢 神话故事 也能变成现实 我是钟武律 我是蔡立军 我是邓湘金 我是郑彦宏 和我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的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给大家来提些问题 来 有个问题想要问钟老师 我想问一下 人造太阳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首先人造太阳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一直大家有一些误解 然后呢 我也留意了一下 网上的一些留言 其中有一条留言是这么说的 人类是为了纪念后裔 而又弄了个人造太阳吗 这个人造太阳这个事情 给后裔商量过了吗 所以大家认为这个人造太阳 可能是真的一个太阳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人造太阳就是一个 我们在地球上 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 来建造那么一个 受控和聚变专制 其实人造太阳的能源 是我们目前认识到的人类 最理想的能源之一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它是一种清洁能源 第二它是固有安全的 我印象特别深刻 应该是去年的4月份 早上上班 我在单位门口 然后一位正在买菜路过的阿姨 突然吓了我一跳 她就问我 哎呦 你们这里这个东西 对不对保兆 然后我说 放心 其实这个核聚变 它是很安全的 就是这个核聚变反应的条件 非常的苛刻 你任何条件不满足 它反应就会停止 所以它自然就是安全的 其实核就在我们身边 没有什么可怕的 所以我们也呼吁能够 建立一个中国核科学日 加强和公众之间的交流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 这样我们可以推动 核在更多的领域 造福人类 第三个就是 它的燃料非常丰富 聚变燃料 刀它是可以从海水中提取 大概估计 海水里面的刀 用于聚变反应 可以供我们人类 使用上百亿年 所以这个燃料 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这个刀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一个器字下面 一撇 撇 然后一撇一束刀 一撇一束两束穿 对 就撇刀穿 韩哥厉害 正好我们这有个模型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利用核聚变的装置来发电 首先一个 我们要把这个燃料 给控制住 首先我们把这个 等粒子体 控制在这个真空容器里面 这个真空容器 像一个甜甜圈 然后利用外部的这些 长得像排骨一样 形状的腱圈 产生很强的磁场 把这些带电的等粒子体 全部给控制在这个里面 最后我们通过外部去加热 让它达到剧变反应的条件 最后才能实现剧变反应 我们刚才听这个老师在说的时候 大家一定都非常非常的有印象 讲得特别的好 我印象最深刻的 里面是甜甜圈 外面是排骨 还有人提问题吗 好 四位老师好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用上 人造太阳所发的电呢 那用上之后 我们的电费 会不会比现在更便宜呢 实际上我们在业内 通常认为 整个聚变能的商业应用 可能要经历六个阶段 从原理性探索 到大规模实验 到点火实验 到反应堆工程实验 然后到示范堆 到商用堆 那商用的聚变堆建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聚变能源了 那聚变能源解决了以后 那电费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听见没有 电费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那时候在生活当中 没有电费这个词了 而且这个聚变能实现以后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就是未来我们能源非常充足了 我们以后星际旅行 将不是梦想 而且人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 将不再受限于能源 未来的生活将是非常美好 人类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更迭 大量的是能源的一个更迭 在里面起到了一个 巨大的一个作用 未来当能源问题解决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世界上 战争都会因此会变得更加少 接下来 大家还有问题吗 来 这位男生 郑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郑老师 我们研究这个月壤 对我们的这个作用和意义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长五号呢 这次是带回了地球 约1731克的这个月壤 月球土壤样本呢 就像树木成长过程中 我们可以通过年轮来推断 树木的一个环境变化情况 那么我们月壤也一样 我们的科学家呢 可以通过月壤的一些重要信息呢 去研究我们月球的起源 以及演化过程 那么当然也反过来 认识我们的地球 那么了解我们太阳系的 一个发展过程 探究我们这个宇宙的奥秘 月壤有一部分 已经被决定 会送到我们湖南 韶山会永久性地 在那个地方保存 这是我们湖南人的骄傲 好了 还有谁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邓老师 如何保证月壤 在返回的过程中不变质呢 如何能够做到 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 不受到地面的一个大气的污染 我们发明了一个密封封的装置 使我们的样品 不受到一个外界的污染 在这里面 我可能透露一个小的信息 在美国和苏联 曾经的这个月壤里面 或多或少 可能有一点点水 从我们现在返回的 这个长安五号的月球样品来看 我们获得的样品里面 没有检测到 任何的一个水分的信息 就说明我们现在 长安五号获得的月球样品 应该是满足我们科学家的要求 我很清楚地记得 我们的金条设计师 然后把我们的采样机械臂 调整到预定位置以后 合产的一个过程 我们清晰地能够 从我们的这个图像里 看到我们摇壁产 那个产里面 有清晰的土壤 当时呢 这个产完以后 我们现场的好几个院士 还有相关的一些专家 给予了一个热烈的掌声 当时我就这么理解 这些老院士和老专家们 给我们的这支掌声 第一个含义呢 就是祝贺我们 这个第一次采样 就获得了成功 第二个感受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后面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后续的采样过程中 应该保持 更好的一个工作状态 能够确保我们的这个采样 得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 谢谢 因为我去年非常有幸 我是到了海南的文昌 直接在发射现场 看到了这个长尔五号的发射 也接触了大量的科技工作者 然后每一个人 给人的感觉都非常非常的奇妙 他们因为爱 因为信念 因为专注 然后让他们的这份工作 就变得很神奇 才会有了山中方一日 人间以十年的感觉 每一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理想 去乘风破浪 正是因为有他们的专注 有他们的信念 就让我们感受到 我们每个人脚下背后 这个国家的绝对强大 再次用掌声 谢谢这些了不起的科技工作者 感谢几位 解答了我们这么多疑惑 谢谢 大家这一年 还真是收藏了不少东西 这一条呢 想必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这是去年在疫情的时候 为医护工作者送行的名场面 早一命平安回来 我包一年的家务 一年之约 终于到期了 家务还是要继续做呀 隔离的日子有多艰难 重启的心情就有多么的激动 4月8号零时起 关闭了77天的离汉通道管控 正式解除了 按下暂停键的日子 动起来了 离汉有续恢复 终于可以去过早了 终于可以点一碗 这干面吃了 不得不异地相恋的情侣 第一次相见了 几十天没有出门的小朋友 第一次出门撒花了 心里的那种不安和担心 都释放 那时候真的感觉 春风吹过 万物复苏 我们的生活终于又回来了 但过去的记忆 依旧刻骨铭心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 他用一种特别的方式 记录下了去年疫情期间 在武汉的医护人员 不惜生死奋战一线的日子 那么接下来 听听他是如何为我们记录下了 每一个日夜的勇敢奔赴 时空播放 让我们有请国内首部战役记录电影 武汉日夜导演曹精灵 十七个地州市 一千多个小时素材 用生命记录武汉日夜 武汉日夜是国内首部战役记录电影 用真实的镜头记录了疫情下 平凡人平凡的生活 以平凡见证不凡 从这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到 中国人有多么的不容易 中国人有多么的坚强 我觉得可以让很多外国人 可以更了解 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们是怎么样挺过来的 我是曹金龙 和我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大家好 我是电影武汉日夜的导演 编剧曹精灵 武汉日夜已经在影院 陪伴大家一段时间了 今天在这里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在电影之外的动人故事 大家可能记得在影片当中 有一位老人 他叫石长江 大家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耳畔的孙子和孙女的声音 四岁的他全然不知 他录在录音机里的那些画 让曾经感染病毒的爷爷 在丧失自主呼吸71天后 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爷爷我是弟弟 爷爷我可是天天想你啊 你想不想我呀 去年十月份 我见到了他们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对 时常将老人小孙子石头的声音 都能倒背下来 可是小石头却都忘得差不多了 记录这一切的是摄影师宋一鸣 他说有一次在拍摄当中 他在奔跑的时候 防护服就撕裂了 而他全然不知 看到这一幕的 首先是雷神山的一个护士 小珍 小珍也没有说什么 可是从那以后 他每次等到宋一鸣拍摄完成后 总是默默地地上一瓶水 疫情结束后 他们结婚了 我们影片当中的杨丽护士长 一直照顾着危重病患关爱玲 关爱玲的女儿李晶晶 时常打过电话来 杨丽总是把她的话 一字不落地讲给关爱玲听 不久关爱玲就卸掉了艾可梦 被医生认为是 最有可能康复的病人 可不料三天后不幸离世 杨丽护士长把关爱玲的 镯子 手机 死亡通知单 递给了金锦 不好意思啊 真的没有交付 其实我们今天真的 很大的努力 但是真的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金锦一边压抑着自己的悲伤和哭泣 一边体谅地说道 我知道 我知道 1月16号 是我们《武汉日夜》的典映 金锦带着两束花来到了影院 她说 我带着姥姥和妈妈 来看电影了 那一天一同看电影呢 还有影片当中 81岁的老人 梦献年 巨人出身的她 坚毅乐观 大家都记得她的影片当中 徒手伯右 这是第一话献与你 去年十月份 我们追拍她 她和她的老伴 穿着红色的凹子 跟我说 把我救回来不容易 我们要好好地活 那一天的阳光特别好 和煦地照在两个人的身上 她们望着江边 看着江水缓缓流过 她们碎碎念着 今年的芦苇花 开得真好呀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芦苇花 正是生命之花 没有哪一年像去年这样 让我们直面生死 苦痛 永久的别离 和漫长的告别 也是正在这样的一个 至暗时刻 也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 伤痛中的人 他们不顾安危 不舍昼夜 狭义相助 挺身而出 武汉日夜 是我们中国人 共同的记忆 平凡你我 皆是这场故事的主角 每一个人 都仿若风中的一粒沙 当疫情来临 我们巨沙成塔 用至善人心 智勇担当 一起筑起抗疫的 钢铁城墙 经历过武汉日夜的人们相信 冬去春会来 山河中无恙 谢谢 谢谢 谢谢曹导 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 看看那些为了抗疫 勇敢奔赴的人们 是的 与疫情的战斗 已经开始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但是现在全球疫情的问题 依然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因为每一次疫情数据一更新呢 大家就会问 疫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这么专业的问题 应该请专业的专家来回答 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 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冠防控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也是中国流行病学 培训项目的创始人 时空模仿 有请曾光教授 他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前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他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 从非典 假流 我们中国的话疫情呢 也进入了第二波 到新冠费典 对武汉市来讲的话呢 进入了一个地方 社区传统的一个早区 他总处在疫情防控一线 牢记不立 都是无畏 我是曾光 跟我一起 看见更大的世界 大家好 我是曾光 我从事医学事业已经51年了 其中包括公共卫生事业42年 有人说我是牢记福利 志在千里 但我觉得我还没到福利的程度 我还可以跑 从2019年12月下旬开始 我们在武汉 发现了原因不明 肺炎的流行 当时还不知道 是什么病原体引起的 但是从此之后 人类和病毒之间的一场大战 就开始了 从发现第一批新冠肺炎患者 到现在 一年过去了 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 人类与新冠肺炎的斗争 是如何走过来的 特别是我们中国 下一阶段 疫情会怎么演变呢 根据我自己的判断 我把人类与新冠病毒之间的防控大战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大规模使用疫苗前的防控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完全凭着举国体制的防控和病毒 做斗争啊 它得动用国家机器 需要动员所有的人参与 在这第一阶段 全世界风景中国独好 我们中国率先分离了病毒 公布了基因图谱 研制了诊断世界 这个就比我们SARS基础 强得太多了 另外我们出版了八版诊疗方案和七版的防治指南 我们国家的话 疫苗研究进入了第一团队 是吧 并宣布疫苗为国际公共产品 我们的口罩 防护服务 共有全世界 现在我们的话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 人类开始比较大规模的接种疫苗了 但是在这个一点上的广阶中疫苗不行 举国体制防空还要继续下去 我们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进入第二阶段 是在疫情业高平台上开始的 我们还看不到真正的拐点什么时候出现 虽然我们的国家的疫情的话呢 也可以说是似乎比起 但是每次我们都能清零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没有困难了 农村的防控难度可能远远大于城市 要知道在人类历史上 人类和每一种传染兵做斗争的 终极战场都是在农村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话呢 也正在农村防控上 进行非常有益的探索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一边控制疫情 一边发现的话 病毒的毒株在变异 到底疫苗和毒株 变异毒株之间的话 是什么关系呢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 我们还没有发现 明显的疫苗不能控制 变异毒株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 我国的密活疫苗 已经接种了数以千万剂了 并且获得了几十个国家的订单 我们国家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都得到了验证 所以我希望大家的话 能打疫苗的尽量要打 对全世界来说 也大概就两年之后 各个国家陆陆续续进入第三阶段 人类的话基本上获得免疫的情况下 和这个新冠病毒要继续作斗争 疫苗还得要接着用 经验也要延续下去 只不过可能那时候要轻松多了 但是勤洗手的习惯要保持下去 举国体制的防控的话 可能要告一个段落 到现在的话 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国家现在还处于防控的第二阶段 春节刚刚结束 春运的收尾 对新冠病毒的胜利非常重要 我认为在近期的话 疫情结束是不可能的 我们和病毒的话 打交道已经一年多了 面临的病毒这个敌人非常狡猾 非常善变 我们既不能忽视人口流动 带来的风险 也不能因为有风险 而因噎废食 总而言之 它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要及时地去 采取有效措施的应对 我相信最后胜利的 一定是我们 建于现在国外的疫情的状况 我们要把好国门 要严防的话 输入病例进入中国 我希望全世界携击手来 共同面对人类的 共同的敌人 新冠病毒 2021年将是我们 和新冠病毒做斗争 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祝您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还记得去年的春天 由于疫情的影响 我们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危急时刻 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 都尽己所能的贡献力量 自疫情爆发以来 碧桂园不仅向武汉 捐赠了自主研发生产的 保宰饭机器人 为相关人员提供饮食保障 还设立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基金 规模累计已达两亿元 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 而变得更加的美好 是的 僧人玫瑰手有余香 经历过这样的大哉大意之后 会让我们所有的人 都更加懂得珍惜和感恩 一小段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开春说当春买发生 这里是由湖南卫视与今日头条联合打造 由碧桂园独家冠名播出的 今日头条2021开年演讲 碧桂园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 我们光荣的 穿在着梦想的无际 期待着中药然然深人情 也许是由湖南卫视与今日头条联合 努力洒下了泪滴 还是一藏进善良的外衣 只为了和你分享 这颗的荣誉 是你给我拥挤和鼓励 让我更高更快更有力 就算有再大的风雨 我也要你来为我证明 2021 让我们手拉手新联系 去面对每一个挑战的瞬间 不管是输赢也要时间看见 请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当机会来敲门 请打开门 抓住它 实现它 干 干活 再干活 你不干 怎么活 希望你感受到内心的呼唤 活成你自己想要的模样 成为那个你更爱的自己 我们不要严心运发 我们也不要那些寻情往返 我们希望我们是丰功守法 在未来 我们 北斗人 都将持之以恒 置风沐雨 我们和大家一起期待着 北斗更大的辉煌 我们既不能忽视人口流动 带来的风险 也不能因为有风险 而阴烟废食 我们要继续勇往直前 用制造 让中国能成为真正的强大的中国 看过世界 更爱中国 我在大的风雨 我也要你来为我证明 2021 让我们手拿手心练习 去面对每一个挑战的瞬间 不管是输赢也要时间看见 2021 让我们手拿手心练习 我拖了颜言 说一个梦想 随着太阳照亮画下尘弹 谢谢 谢谢宾宾 谢谢宾宾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新征程开启之年 在这个历史新的起点的春天 百年大大风华正茂 新时代的中国 朝气蓬勃 新征程上 我们赶闯赶明 春天里我想对你说 风雨过后总会看见彩虹 逆境不会打败我们 只会把我们磨得更好更坚韧 春天里我想对你说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 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去爱这个世界 春天里我想对你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在最好的年华能够向着梦想奋力拼搏 在这个黄金时代最大的幸运就是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冲破阻碍创造更好的未来 二零二一年春天来了 我等待他们的只有一条末路 不是所有人都是人对不对 我们今天要组成一个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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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机械的东西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保护后鸟 就凭我今天这个发型就可以吸引很多的后鸟 对 这个要剪掉 我们是来救你的 水面垃圾清理 怎么你说怎么那么多人那么讨厌 因为知道这个湖里不能扔东西 还哪扔 只有烟桃 这么一大片水澡 这么一大片 太带生日了 群体开始飞篮 以水情况不断增加 请大家加强对江泽水域的群间 绝合工作 翘宝完成任务 真的有人 各位 现在接到紧急紧急 在这个湖江一桥前面水域 有人在水中救救 立即起码救援 妈咦 快 快 快 这怎么拽一点的 这应该怎么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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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什么 你跑什么 谢谢 谢谢 стать 2021 让我们手拿手心联系 去面对每一个挑战的瞬间 不管是输赢也有时间 är 2021 让我们手蓝手心练习 我做了预言 说一个梦想 随着太阳照亮花下沉默